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功劳功勋上非常显著 但最终却迎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尽管如此他们也存在在一定的差异 兔死狗烹的悲剧 韩信 首先是韩信 作为因统治者的尖刻薄良而导致兔死狗烹的悲怆结局 韩信早期并不是出于名人之后蒙受贵咒的隐蔽 虽历经胯下之辱 且早年颠沛流离 在萧和这个伯乐的举荐之下 才将其惊为天然的军事才能得以完全发挥出来 在夜追韩信之中 为何萧和对其如此笃定 在于他坚持认为国势无双者当属其二 刘邦响入关中称 王必定需要韩信这样一位能将强将 战兮和 俘虏卫王 秦拿下说 崔楚人二十万兵将诸如此宫 可谓放之天下无人能与之匹敌 再次韩信为汉王室打下了几乎半壁江山 奠定了汉室基业 正是这样的奇谋一略 刘邦不仅需要依仗韩信这样的能人将才得以统一天下 同时随着其不断积累的战功 其声望也在不断的胜利之中不断逼近刘邦的程度 而这样声望的积累 同样也为身为政治家的刘邦感到如莽再次 从每一次的战役之后 便紧急收回韩信的兵权上 可以看出刘邦对于韩信的忌惮与担忧 在刘邦的眼中 韩信作为将才 只是自己打下江山一个出色的打工人 而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从向宇顺利被韩信所灭之后 位高权重的韩信不仅没有接受到最高程度的封赏 反而通过各种理由对其进行打压 刘邦本身对于其偏安易于自成异国的风土抱有深深的忌惮之心 因此等韩信在面对自身内心期望与现实的极大落差之下 开始发动造反之时 变成了其走向穷途的最后一步 尽管在疆域之上成为一个难以匹敌的将才 但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敏感度非常之低 急于表现自我 甚至将这样战功作为资深邀功的筹码 名利坚收之时 却并未抱有敬畏之心 在政治上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的基本逻辑并没有认识与贯彻 令得韩信成为了政治家与统治者的心中刺 尽管在作战之时 迫于时局 刘邦给韩信许下了齐王的称号 然而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收获刘邦的好感 反而令得其成为了秋后算账的法码 乱世诚然容易出豪杰 然而如若自身在修养上并不能沉淀下来 过于将自身的锋芒斩露 盛极必衰 这样的极度的锋芒只会引来四面的针对 最终含恨而终 穆秀于临风而封闭催之 善终还应之进退 在颓势之中迎难而上 在功成之后迅速归隐才能得到善终 刚正不阿的悲剧 白起 而不同于韩信 白起尽管也同其有相似的结局 但原因却不尽相同 其则是因为人过于刚正不阿 在处世上宁折不安 造成了白起后期悲剧性的结局 武安军多次为秦国在功成略地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面对秦王倾下的公召战略 白起并不赞同 甚至拒绝了他的策略 因为他认为邯郸一手难攻 而经秦国打破他国数次 其他国家势必对秦国心怀怨恨 其次尽管这次在长平之战大劫 然而国库空虚且兵马卫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发遥远之地而取他国之首都 难免会导致父辈受敌 面临巨大的困境 为此哪怕秦王强令 他依旧称病在乌 甚至开始征伐之后 秦军失利之时 他面对不忘出言嘲讽 认为他当时的决定十分正确 而秦王的决策不免有些昏溃 以仁臣而抗王军 称病甚至还进行嘲讽 这本身就是对制度与王权的极大不敬 落人口实 哪怕在事实上确实对军事 与战局的判定上有独特的见解 但这样势必会给统治者留下怨恨 面对如此困境 不但不尽自己人臣的责任 所谓军命不可为 还称病甚至嘲讽冷落君主 将家国社寄放之余自身的脾性之下 不可为是一种赌气的行径 如果在长平之战后 再进行韩赵的攻伐 以秦王的野心 以及其累积下来的声望 是极其有可能成为了未来的三公 而正是这样刚正的脾性 令得其三番五次违背了秦王的命令 本应成为秦王的左膀右臂 成为其寄予厚望的将帅 最终在旁人的添油加醋之下 迎来了自裁的悲剧结局 政治的牺牲品 蒙田 虽同为秦国战将 同样在扫灭他国上 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 在造成悲剧性结局的原因上 也是不同的 蒙田毁灭他人的谗言 与君主的昏溃之中 蒙家自秦国建立以来 便为秦国鞠躬尽瘁 历代蒙家汉将辈出 而蒙田同样承蒙隐蔽 成为秦国的将帅 在随后打败齐国之后 成为秦国的内内使 随着秦王顺利大一统 秦王一声令下 令蒙田率领三十万大军驱逐戎敌 保西北之地的安定 并修建长城御敌 在这个时间段之中 蒙氏家族世代积累 为秦王所清静与重用 蒙田在外震慑匈奴 而蒙一则成为了上清 秦国的内外之士 蒙家可谓是进阶参与其中 随着秦二世纪委 赵高专政 在谗言之下 开始对蒙氏进行贬折与诛面 蒙田在含冤入狱之时 倍感冤屈 甚至在服药自杀时 依旧是陈述了自身能够举兵造反可能性 之所以选择了服药自杀 本身便是为了自证自身是忠于秦国 忠于嬴氏 表达了自身宁愿含冤受屈而死 也不愿背负背叛造反的罪名 蒙田作为忠心不二的朝堂重臣 在才能与谋略上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扶苏公子的事件上同样有着预感 然而 这种将忠义融入到骨子之中的将帅之才 在贤军 强军的带领之下 必定有着善始善终的结局 然而在面对奸臣与昏君的结合时 却往往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尽管蒙田为扶苏之死心中疑惑从生 甚至已经隐隐知道始作俑者 但是在缺少相关证据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在世代蒙氏家族的宗旨之下 并没有对这样的阴谋进行过多的抗争 秦始皇对于蒙氏家族的重用 甚至将扶苏与蒙田进行绑定 从某种程度上便是为了将来扶苏继承大统上作为准备 随着扶苏的死亡 胡亥以及赵高为了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固 势必要将蒙田置之死地而后快 且蒙氏家族世代军功与声望的积累 已经到了足以颠覆政权的存在 蒙田的死亡无疑是可惜的 同样也有人认为面对家国一统的秦王朝 应当大赦天下 令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而蒙田却为了秦始皇的个人欲望 而对百姓进行无尽的征伐 妄自尊大的悲剧 邓爱 而邓爱作为一位在军事与政治上都出现过失误的将帅 早年凭借着自身独特的才华 以及超凡的武艺 在曹魏政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甚至这种影响 在司马加当权时期 也依旧发挥着极其关键的重要 屡次的胜利 为其令的许多的声望 同样也证明了其自身的价值 但这样诸多的军功 却令得其在权力与政治斗争之中失去了自我 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自小邓爱便是才华出众 这样的光芒照耀之下 令得邓爱自小便养成了一种高傲自大的性格 再有机会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实力 而在邓爱的一生之中 对于蜀国的征伐 可谓是其一生之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邓爱对于诛灭蜀国一直怀有强烈的心思 成为攻打蜀国的主要将帅与决策者 成为了他为数不多真正畅所欲为的时刻 同中会合作 通过各样的战术 行迂回之策 给予了蜀军一计重击 但是随后 妄自尊大 想要成为蜀国的一帝之王 引起了司马家族 这些政治老手的不满与嫉恨 开始担心 邓爱会欲求不满 开始夺权 在众人的挑唆与添油之下 邓爱顺利成为了奸下之囚 随后司马昭便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其跟他的儿子一起诛杀 这样的将财便从小凭借着自身的才华而为人所知 在众人的捧杀之中 培养成了妄自尊大的性格 并在捧杀之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邓爱一直对灭国之士充满憧憬 而这次攻打蜀国的机会 正好让他一展身手 他与中会合作 采用了巧妙的战术 从小鹿包抄 给蜀国军队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场战争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然而 邓爱望自任命蜀国当地官员的职位 引起了司马昭的不满 司马昭的嫉妒心理被触动了 他开始担心邓爱会夺取他的权利 甚至篡位夺权 在中会的挑唆下 司马昭下令将邓爱下狱 并在不久之后将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杀害 这个名将的一生 就这样在自己的妄自尊大之下 以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一生 结语 英雄获得了悲剧性的结局 从根本上原因上看 还是这种君主专制的制度 对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制与摧毁 甚至是对个人人生价值的毁灭 尽管在爱战国时期 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发展 但这种以宗法制与血缘制的群体利益 势必凌驾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之上 而这种悲剧的真正原因 便是这样的历史必然性 与个人的实际需求的不协调 出现的悲剧性结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